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架新加坡旗舰航空公司在2013年停飞了这条全球最长的商业航线 卡塔尔航空目前经营着全球最长直飞航线 由奥克兰至多哈 波音公司777-200LR喷气飞机直飞 全程18小时20分钟 新加坡航空的这条航线将使用A350-900ULR超远程飞机 机上设置商务舱和高端竞技舱 该公司已向空客订购了7架改款飞机 也是首家订购这一版本飞机的航空公司 此前 新加坡航空为这条航线配置A340-500全商务舱飞机 客座数100个 但由于该机型的高油耗损及直飞航班的经济效益 这些飞机已被退还给空客 商务人士出于更省时的考虑通常会选择直飞航班 新加坡航空表示 还将恢复直飞洛杉矶航线同样由A350-900ULR飞机直飞 以上是蒋洋洋为您播报的华尔街电视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